他們說怎樣? 他們倆就錄了上床 慧問他們繼續怎樣? 他們說 他們關燈了 我看不到 二十位說 都不能夠證明我老婆對我不住 你可以這樣自己人 我真的沒辦法 補充一點點 我又不是對民主黨還有一點信心 反而是看不清余曾會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 他們講他們的陰謀論 講得不夠好 我真是想請 我保證 大家很斯文很理性地 請何俊仁來這裡大家講五個小時 保證大家都可以頒足夠的人來 而坐在那裡不准吵人 大家辯論五個小時 他為什麼不是出賣民主 第一 你要知道 初初民主黨 支持五居公投的態度 是被公民黨 積極的 而公民黨所要求的 就是想和北京和特區政府談判 希望拿到一個普選的真正意義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件事北京和特區政府完全不談 所以公民黨就上了船 那時候我在社民聯絡聚會中 我說到最後有人上了船 你作為一個民主派來講 你是沒有選擇的 你怎麼可以不去支持五居公投呢 因為如果你支持五居公投的話 你一定要至少要支持五居公投 那兩件事 第一 保住否決那23席 那輸了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不支持 第二 而這件事純粹是策略上的分歧 而不是原則上的分歧 在生死關頭 你怎麼可以不顧泛民的統一性呢 尤其是在政制問題 泛民的存在就是為了政制問題 在政制問題的生死關頭 大家只是策略的其意 而你都堅決不肯 大家看看我網上講的那段 三個理由而已 我這裡不再講 他們初初的態度不是這樣 突然間在十月一轉 就開始 找好幾百的理由出來反對公投 這些講的全部不是理由 要保存23席不是理由 錢不是理由 這些全部都不是理由 真正的理由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不能夠 變成社民連在道德上領導 第二 他們認為不能夠 再否決政改方案 心裏真正的一句 一上了公投 就不能夠否決政改方案 但他有沒有政治出路呢 他沒有政治出路 因為黨一定要有政治出路 你不舉行公投 你會做些什麼呢 你會做些什麼呢 人家每天都在公投 你每天都不做事 結果你一定會死 你就反對不舉公投 不是 我們談判 這是適合他們的思維 但不是談判 就是政治出路的 談判如果失敗 是一條死路來的 你不去不舉公投 有人告訴你談判是有結果的 在這一刻已經是出敗了 中間有迂迴曲折 你知道嗎 有時候大家有些事情對 有時候的事情不對 但是其實就在那一刻 就是已經拍了辦 這個絕對是這樣 黃毓民 我解釋給你聽 幾樣東西鐵岸如山 毓民指責他們說他們桌底交易 劉惟卿說沒有 我問你 你公開了什麼東西呢 見李剛兩次 談判的說出來 你完全是自劃招供 我根據你們的口供 已經完全可以證明你們廣大法 廣大法 完全是出賣了香港人 何俊仁說 每天都有人跟他談 一周刊已經說 是有一個拿著中央的 持銜件 中央銜件的人 代表中央跟他們談 這些有沒有交代過 如果是德國兩位說話 要不要每天談 當然有很多條件 一直在說 麻煩你把這些會議記錄拿出來 所以就說他們終極無恥 不斷在說 我們所有東西公開 但所有東西都沒有拿出來 這個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很得意的 何俊仁說 每天都有跟他們說 現在又揭了出來 有人拿著代表胡錦濤的陷件 不是梁愛思 另外一個 做商人的人 拿著一封信出來 是證明可以代表胡錦濤的跟他談 你跟這個人談的當然是更重要的 跟李哥談 是談好了才是跟李哥談 放在桌面的 那些桌底的 你全部都不說出來 你張文光得意揚揚 說了出來 之前有沒有說過 要你退出支聯會 或清界限 自己鬼拍後尾 怎麼說出來 他說我們堅決拒絕 他講決有利 那樣東西 他不能夠退出支聯會 那樣 混蛋了 你是取消了黨專政 這件事你有沒有說出來 取消了港傑 結出黨專政 結出黨專政的口號 在六四萬會 劉乃強指責你 你還有什麼說話好 這些不是桌底交易是什麼 接著他們還要反咬社民電一口 反而說社民電是有桌底交易 今早黃成志的狡辯很無力 看著看著 說不信沒有中聯辦和他們社民電 他說他們是假辭職 他說假辭職 那個不用理 但是anyway 就是每一次你談完之後 他們出一個政底 每次否決他們的事情之後 立即 就立即打電話 去李慧寧的節目 和自由峰 說不是的 中央有人打電話給我們 說不是的 說的不是真的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 那 還有劉慧卿 你說劉慧卿 始終終於他講那些謊 終於是說不出這麼多謊 他說他2004年已經轉了態了 這麼早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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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004年就支持張超雄競選這個社福界 這個外表員 那一刻他以前就不准人參加工人討別 他那一刻已經轉變 你這樣轉變不要緊 你2008年不要再騙選民 你跟選民說聲 你這麼早 四年後還騙選民 還有華叔罵鄭家富 很搞笑 他說你選了時候 是用民主黨排頭選的人 因為你是民主黨才選你 其實間接說他輕者一巴 不早說劉慧卿 你這個政治人是不得來的 劉慧卿在2008年選了 那些人也預期待他代表前線來選 但現在當選了什麼 你便進入了民主黨 這些事情 我想在香港以外其他 行選舉制度的地方 unthinkable 這個scandal 最大件事就是 前線最後是否決了 和民主黨合併 那天去這個 城市論壇 去補選聯集會 追他追得最厲害的是前線的人 罵他罵最厲害的是 教協留下 罵得最厲害的是教協 昨天立法會看到有人 拿著前線之旗出來 徹底背叛了前線 你還有什麼好說